而讲到战斗机飞行员 下来是给人阳刚的气息 很难跟珠宝设计师联想在一起 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您 这位退役的飞官叫张铁明 他在民国83年驾驶F5A战机时 飞机失事坠海 昏迷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仅为了一条命 但也因此他不能再飞行了 这位飞官后来就转行当珠宝设计师 从每天跟战斗机围伍 到后来变成要跟宝石珠宝来当好朋友 而当飞行员的胆大心细 也让他设计出来的珠宝首饰 受到很多消费者的欢迎 这个是我今年最新设计的 因为今年是蛇年 我把蛇当作一种印象 轻声细语询问客人 这款式合不合您的意 台湾创意珠宝展 这位看起来动作有点硬邦邦的设计师 来头很不一样 蓝色空军居校服 秀出当年帅气模样 现年42岁的张铁明 前战斗机飞官 1994年进行晚间的例行性 飞行训练 飞机失势坠海 昏迷两三个礼拜之后 内藏器官完全受损 无法在驾驭战机 毅然决然办理厨艺 转职珠宝设计师 薪水从飞官的七八万元 现在每个月三十万起跳 身体状况变得不好了 国家也不可能让你飞了 只好把你转为地勤 既然不能飞了 以前从小的志愿嘛 想要选择离开军中的生活 讲的无奈 却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以前握的是国家极战机 一掌握钢铁弹炮 但现在手里面 拿的都是精致又高贵的珠宝 设计贵富们的最爱 一开始的话 就是心里虽然有点SS 但是还是客户最大 从铁汉到现在 放软腰杆子服务客人 职业军人走向顶级珠宝 时尚产业 人生有个大转弯 转出汗里时间 台北采访不到